窍膜剂液手术方法 张宏毅 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窍膜剂液的这个手术方法来说的话 也比较多 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医院已经开始就是尝试用抚腔镜呀 或者说是一些微创的方法呀 当然来说传统的这个方式来做也都可以 但是窍膜剂液的话 它因为它分好多种类型 比如说是阴囊型的呀 交通性的呀 或者是精索窍膜剂液啊 等等等等这些 我们要根据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对于儿童来说 可能就是先天性发育 导致的这个交通性的窍膜剂液比较多 我们要做一个高位结扎 我们可以选择抚腔镜 我们也可以选择开放 但是对于成人来说 可能这个窍膜剂液更多件的是这个 搞完的这个窍膜剂液 我们在阴囊上切一个小口子 然后把这个窍膜切除 这个疾病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 手术也并不复杂 效果也是非常确切的 这个可以选择微创 但是微创相对来说 现在开展的单位还非常少 因为这个微创的话 它就是拿阴囊镜来做 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来说就是说 这个开放手术的话 它也就是切三到五公分的一个口子 因为阴囊的话 它自身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皱褶 说后的话 也就看不清楚它这个切口 所以说的话 对于人的这个外观呀 或者美容效果来说 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专家提示 一 窍膜肌液包括多种类型 如阴囊型 交通型或是精锁窍膜肌液等 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治疗方法 二 对于儿童多见的先天性发育立场导致的交通型窍膜肌液 需进行高位结扎 可选择腹腔镜手术 也可选择开放手术 三 成人多见膏丸撬膜肌液 可选择微创手术治疗 效果较好